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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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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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到基隆和市长谢国梁合体 国民党主席朱一轮出席国会改革说明会 但现场也向力挺谢国梁的造势大会 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是岸 谢国梁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 唯一一件事情 它可能影响了某些人特定人的利益 公民团体发起罢名 谢国梁连数进入最后倒数 预估可能破三万门槛 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就透露 如果确定过联署门槛 国民党可能会发动罢免 基隆市议长同职位 我相信如果民进党这样做 一定会有非常多不满的人 同样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以免要反制绿营 国民党团言主动出击 让选报法修正草案得以重启 据了解下周三将先举办修法公厅会 接着周四排入内政委员会审查 虽然强调基隆市长谢国梁不适用 但受法内容包括罢免同意票 是高于被罢免人的当选票数 与周日一年内不得被罢免 都跟谢国梁有关系 而且民众党主张应更严谨的联署程序 也渴望一定处理 同时兰仪更转功为首 对前市长林又昌发动攻击 成绩转运站的烂尾 工程进度拖拖拖 田径厂也是延荡多年 原经费从4.16亿膨胀到了6.4亿 林又昌卸任都这么久了 沧海桑田了 现在才发现他有弊案吗 国民党的反应速度 该不会跟雷龙一样慢吧 还没修改选拔法 蓝绿仙 护结窗疤 提阅新闻这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